預備 走 中共解放軍的茲伯艦開火後命中標靶 在尾巴衝突中東緊張之際 中國大陸官媒曝光 中國與巴基斯坦在阿拉伯海 進行聯合軍演實彈射擊 這是我艦首次在阿拉伯海 這樣的陌生海域開展武炮實彈射擊訓練 最終射擊取得了效好的成績 實現了預定的訓練目擊 中巴海洋衛士3聯合演習 有分析指出 中共釋出一定的政治訊號 代表中共的海軍軍力 可以投放到中東附近 而且不只如此 中共軍艦出沒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的 國際水域又惹出事端 澳洲皇家海軍官網發出聲明 批評中共解放軍是不安全又不專業的互動 因為澳洲護衛艦圖文8號 在執行聯合國的制裁任務 進行潛水行動時 多次向該地區船隻發出潛水作業正在進行的警告 中共軍艦收到通知 卻還刻意逼近 但一艘中國海軍驅逐艦收到指示之後仍然洗勤 並啟動艦載升納儀器 基於安全潛水員被迫迫回上岸 經醫生的評估證實他們因為聲納默充 以莫輕微受損 澳洲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對中共解放軍嚴厲批評 在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訪問北京不到兩週後 中澳關係再先波瀾 TVBS新聞商品站陳永文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